没有美颜滤镜的他们居然怒惑我们少女星17年,经典中的经典台版流星花园又重新烧现了,这次是重新修复的高清花质版本。 是不是看到这海报的一瞬间,沉崩已久的少女星就被唤醒了呢? 我们又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记忆中清纯的沙灿,还有女孩子一想到她们就会进跳加速的F4。 流星花园被称为青春的偶像剧的鼻祖,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 这么多年过去一搜流星花园,还会发现很多少女在讨论,有人依旧沉迷当年周渔民的美颜。 当年追剧的少女变成了孩子妈妈,最爱还是赵宁寺,就算现在看起来剧情有些玛丽苏,依若依已经过时,但从流星花园开播时就火遍全国, 到现在已经不过半千少女星整整十七年,成为了我们心中无可期待的偶像剧经典之作。 不加修饰的脸庞,是我们敢爱敢恨的青春。 当时后期制作没有滤镜,没有美颜,但主演们的青春气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 大S饰演的山菜,不涂小白的粉底,不化浓重的妆容,在这就是每个男孩心底都会珍藏的那个错练的样子吧。 他一笑,世界仿佛洒满了阳光,只要流下一滴眼泪,都会让人心疼不已,虽然家境不好, 但是他坚强不服输,痛恨富家子弟,自称是大草山菜。 严承去视野的道名次,是敢爱敢恨的大少爷,看似高梦不可接近。 但却又有着反差萌,那些十分敏感容易吃醋。 甜甜的笑起来,简直是小奶肉好吗?周渔民视野的花则类,可是俘获了一大笔少女的心啊。 那种女生俱来的鱿鱼气质,和亮晶晶的眼睛,让人忍不住沉迷。 这个年轻的眼直到现在还是很能打。 当时大家还因为争到民宿和花则类,谁率分成两派对不对?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,还是问解之谜啊。 朱孝天饰演的西门,最惯恐女生开心。 吴建豪饰演的每做飘飘的秀发,也让人难以忘记啊。 虽然F4这个出场方式,现在看来有点沙玛特,但当时真的被迷得不要不要的。 那些经典台词也是剧中的一大亮点嘛。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,没有人不会接下一句吧。 还有那些虽然有点羞耻,但听起来还是很心动的附加此地式告白。 《算算》这部剧已经开播17年了,现如今大人生活幸福,已经怀了第三台。 颜承旭经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,终于你也看了很多新戏。 可是看起这部剧,我们还是会因为主角之间一点点关系的进展感到欣喜。 也会因为自己喜欢的角色受伤而紧张。 仿佛我们在看这部剧的时候,思绪又回到了从前的自己。 为了爱情患得患事,为了友情两肋插刀,剧中的他们就是那时的我们。 我们看到的,连想起的,都是自己曾经的青春时光啊。 当再次听到熟悉的背景音乐时,你又会想起从前,出现在自己青春时光里的谁呢。